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的字就是留意RSI 先談談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表現一般,起初還有一些升幅 不過升到27,900點關口 就沒以為計,慢慢回軟,然後倒跌 最後全日租跌130點,接近低位收市 收27,657,成交不太多,950億 今天市回軟有幫,是其中一隻拖的市內,跌1% 加上本地地產股都弱弱的 其中這隻是信和置業,跌1.4% 跌得比較多的地產股 不過在基建股上升,收息股更加強 加上內銀也有部份有升幅 令市跌幅不至於擴大 說回整個市形勢 現在市的形勢,初步看起來 有時候仍然是一片烏雲的狀態 為甚麼這樣說呢 一方面,今日市的回軟,其實市是有好消息 好消息都不能夠支持市 但令大家有些心悔 好消息是甚麼呢 美國宣布,雖然剛剛對華為實施禁令 不准買美國的產品很多,一大堆 但剛剛昨天宣布,將禁令押後90天 好說,讓華為可以有時間升級軟件 以至處理合同的問題,說得好人 雖然是說,華為相關股今天是彈的 但市不能夠跟彈 這令大家有些失望 第二,中美方面,持續在貿易戰方面 傳出一些壞消息 當然有些是揣測,揣測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去江西一個稀土的工場調研或考察 大家看完之後,立即聯想到 是否中國想用稀土作為貿易戰的工具 反擊,因為美國稀土不多 要靠中國,八成是靠中國入口 在這刻來計算 是否會這樣呢 總之,大家這樣的聯想 顯示大家對貿易戰仍然比較擔憂 加上美方,又傳出壞消息 就是美國方面,官方針對華為之後 現在的矛頭指向無人機 即是大疆 已經說到,無人機會成為 構成潛在風險 對美國在訊息方面 整件事聽起來是一般 加上恆辛指數自己本身的技術走勢 都是令大家可能覺得有些心悔 在說甚麼呢 就是剛才提及過,恆辛指數 早段曾經去到27,900點 但接著回軟 正正27,900點 就是250天線的水平 碰一碰,就回落下來 接近低位收,高位接近200多點下來 令人擔心,是否敏別250天線再跌 從這個程度來說,可以說是比較多烏雲 只不過中線來說,烏雲上還有些情空 未必是一面倒,就不斷急跌下去 現在有人說到25,000至26,000都有 是否這樣呢 應該也未必是這樣 他從以下方面說 這方面,雖然整個市場一般 但開始美國和中國方面 都有一些匹極太久的可能性 匹極的意思是,當然是美國 美國,這就是納斯打指數 看到了,昨天跌1.4%,1.5% 四捨五入,百多點開外 短期上升軌失守,50天線不保 美股跌一般來說 是對特朗普構成壓力 因為美股表現很替重 現在看到,納斯打指數昨天的跌幅比較大 如果看,跟科技相關 最近發動科技展 跟科技相關指數,跌得更加厲害 說的是,輝城半導體指數 由高位計算,已跌了1.6% 顯示,特朗普發動科技戰 針對華為,不單止對華為有影響 對自己本身都是很傷的 七雙拳,很明顯,傷了自己 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否會令美國人重新 看看是否可否再出這麼大力 是否這樣出發 對自己也不是好 加上有些鞋箱已經出來了 聯手聯署 要求特朗普終止謀譽戰 包括Nike 一百七十多間聯名要求 特朗普快快地收手 這些是很壞的情況之下 可以疲極的情況 有人出現 至於內地股市更加不止疲 好像開始出現很好的笑頭 少許好的笑頭 就是在看上證指數 看到了 今天是升35點 1%由多 這三個交易日 一支大陰燭一支十字星加一支小陽燭 合成一個不是太標準的早晨之星 而這些早晨指星還在底部之前出現 以及在250千線前出現 一看上證指數的形勢 好像是挺好的 起碼有存定的跡象 不再像是否寫下去的態勢 這情況來說是好的 對港股不多不少 都會有一個穩定作用 加上點題幾個字 要留意著RSI 無論國企好 行之好 RSI已經到達很超賣的水平 就是有法數 國企到達26開外 低於30就叫超賣 超賣技術上有權出現反彈 恆生指數也是 跌穿30% 去29點多 剛剛穿 都是超賣 超賣 換言之 有可能出現技術性反彈 而且恰恰 超賣的同時 越來越接近兩個很重要的支持位 一個 就是整個升浪 低位升上來的0.5倍回徒 大約27,400 今天抽27657 差兩百點而已 另外一個重要的支持就是27260 大約27,300 就是之前的雙底項線 很接近 已經很接近的前 同時恆生指數又出現超賣 所以大家留意 RSI 能否發揮超賣後反彈的威力 所以接下來 雖然現在一片烏雲 但烏雲上面有情空 相信沒多久 出現反彈的機會 可能性是增加的 時間關係 今天的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